最大的请合掌 三称本师圣号及明学修义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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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如历欲学行 与且相应识相意 弥勒造论我所依 以似法印印字界 愿诸大德圣志人 一心守护清静心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大家早安 早上就是刚刚 维诺大庆敲了同学们 听着庆声 就站起来 站起来同学很明白 是我们要进行 今天上课以前的 的仪轨 可是 我还是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都已经敲过大庆了 我还是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这表示什么呢 我觉得这就表示 同学们 不是每一个人 但是说话的同学 你可能忽略了 就是你忘记了 你一下子忘掉了 仪轨的本身 并不是重点 而是那个仪轨 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仪轨所代表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 庄严 我们的心 心 仪轨一开始进行 就觉得 道场的气氛 很庄严 因为道场 我们这个里头是一个场 它就叫做场 它是一个能量场 我们大家共业所成的一个能量场 能量场 这个仪轨的进行 倒不是要庄严这个道场 最重要是庄严 我们大家自己的自心 所以 假如同学在这个时候还讲话的话 很可惜 你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你错过了 当我跟着同学一起 我们一开始问讯 就整个就不一样了 等我拜下去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 很多诸佛菩萨或者是护法 就都来到这个地方 完全不一样的场 能量不一样 同学千万以后 不要 不要 你自己在家里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完全没有办法 你在家里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在你的佛堂 就算你家里头有佛堂 你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你在你家里的佛堂 是自己一个人自修 而我们这里是共修 完全不一样的场 所以同学们 假如你明白 当大庆一敲起 我们开始进行 从仪轨开始进行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你就在另外一个能量场里头了 你可以明白吗 以后请你千万 就是 你要是懂得的话 你就会非常非常珍惜 珍惜我们这个共修的机会 非常非常珍惜 也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你就不会还在讲话 这个能量场 因为法界是一体的 法界是一体的 所以这个能量场是无量无边的 你为什么要在自己 那么小小一个如牢狱般的 自己小小一个自我 这个小泡泡里头 而不肯 利用这个机会 你试试看去体会一下 那个法界一体 那个无量无边的能量场呢 你为什么不去体会看看呢 你为什么还要在自己 这个小小的 这个用这个 巨生我执 巨生法执 所架构起来的 所建立起来的 以你自己的阿陀纳士 为一子为建立的 你这个小小的 自身的这个能量场里头呢 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试试看去体会一下 那个清静的 无量无边的 法界的能量场是什么 是怎么个感受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我们修行的目的 也不过就是这样嘛 也不过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打破自己的巨生我执 巨生法执 去合一 去合 去跟他合 合什么 法界性 法界一体 为了这一件事情 书上常常说 是三大阿僧奇节 五位的修行 你要到 这么 不知道多长 多长 多长 多长的时间 正到的时候 你才知道什么回事 那在这个中间 你要很 你要很小心 让自己不退转 你要有多大的福报 让自己不退转 你要有多大的福报 因为我们的寿命 我们这个分段生死的寿命 很有限 你不要一次一次的轮回来 都已经到 现在末法时期 接着灭法时期 你要有多大的福报 维持自己不退转 维持自己不退转 可是你就在现在 你就可以 有很短时间 刹那刹那的去体会 那个法界性 到底怎么回事 法界性 到底怎么回事 你可以体会的 虽然很难保认 但是你可以体会的 怎么体会 就是刚才啊 你败下去的时候啊 你整个身心是柔软的 你的身心是清静的 你的身心是完全开放的 你就有机会 去触到那个法界的一体性 同学们 为什么不知道珍惜呢 为什么不知道珍惜呢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 今天同学们 你看到我的白板 因为马上要结束了 下一节课就是要 全部结束 而且做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也没有时间嘛 所以很 下节课会做一个 很简短的 简单简短的一个 整个二道质量的 总复习 所以从今天这一节课 已经给同学 打底子了 告诉你们 我们的课要结束了 今天我们要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 文正法 可是我们今天这一节课 不只是讲文正法 文正法同学 你看到嘛 篇幅不多 虽然很重要 但是篇幅不多 而且重点是在 四道理上面 四种道理上 文正法 今天我用红笔写的那个 关带道理 作用道理 正常道理 法尔道理 就是今天的重点 另外一个重点叫做 不应思处 那我们上礼拜讲过了 这个礼拜不再重新说 除了施政法以外 今天也会讲无障 其实无障 我们并不是讲无障 我们是讲有障 同学你不可能 不可能知道无障是什么 因为你永远是有障的 所以我们要讲障是什么 然后没有那些障的情况 叫做无障 今天也会讲完无障 然后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进到会舍 不太可能啦 今天大概就讲施政法跟无障 然后下礼拜呢 很快的讲完会舍跟沙门庄严 沙门庄严等于是 从开始自他圆满 一直到最后的结论 叫做沙门庄严 沙门庄严只是念过去而已 他就是从前面开始 自圆满开始这样讲 到最后你才能成就 沙门庄严 沙门庄严讲完 看有多少时间 我们会回头整个复习一下 重点也就是戒律仪 所有这些到最后 就是圆满戒律仪 所以我们会再回头复习一下 戒律仪 就结束了沙门庄严 也就是今年度 今年106年的课程就结束了 这样知道吗 知道吗 今天已经把二道资量又整个重新写一遍 我们自他圆满散法律 在二道资量里头没有重说 因为文本里头他就没有重说 他就说 大家看看前面的 前面已经讲过了 然后我们是从戒律于开始讲的 合起来叫做五门定之量 对不对 戒律于根律于隐私之量 觉悟于且到政治而住 叫做五门定之量 我们定之量五个 所以第六个善有性 第七个文正法 第八个就是今天 第八个师正法 第九个无葬 第十个会舍 第十一个沙门庄严 假如同学有标 这个大科的数目的话 就进到今天 我们标是标 第几个刚刚讲了 第八个师正法 在我们419页上栏 419页上栏 中间稍微偏左的地方 先等同学找到 找到了吗 好 我们开始看 云和施正法 为如有依 有一个有情 不得嘎罗 既如所闻 所信正法 这前面 我们进行了很多 我们应该听闻的 如所闻 如就是要依着 要依叫奉行 依要依着 依着我们所闻的 所以所闻是在前面 所思是在后面 你要先依着 如就是依着 依着我们所闻 我们所信的正法 独处空闲 所以施正法的 在施正法的前面 那个条件是什么 你先具有正文 训习的基础 然后独处空闲 专精思维 这个就结论了 结论就是这个 位于三藏十二分教 就是我们前面 先所闻的 先闻其意 然后如先所闻 独处空闲 专精思维 这就是结论了 然后专精思维 怎么思维呢 怎么思维 第一个 不应该思的 你不要思 那个一定是 在你的巨生我执 巨生法指底下 你越思越坚固 所以这个先不要思维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会正思维的东西 你先不要思维 好 先 那个东西你根本不思维 所以你养成习惯以后 你就知道了 独处空闲 专精思维的时候 指的就是正思维 也就是如理的思维 正的意思就是如理 如理的思维 但的意思就是指 指做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如理的 前面的不应思出 都是不如理的思维 所以我们指 所以我们指怎么样 如理的思维 如理的思维是 思维诸法的志向和共向 思维诸法 所有一切千差万别 身罗万象之法的志向 这个叫做尽所有性 和他的共向 和他的共向 从每一个诸法志向下手 你没有办法从共向下手 所以先从一个法 一个法 他的志向下手 可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要一直思维到 他的法性出来为止 法性就是共向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如所有性 思维一切诸法的志向共向 依着什么方法 方式 技巧 方便 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思维呢 那个就是有一种方便技巧 有一种技巧 叫做算术形象 比如说现在要思维五运 那就告诉你 你五个都要想到 少一个就没有周变 这样明白吗 你先记得运就有五个 处就有十二个 戒就有十八个 你思维运处戒的时候 你要先记得 五运十二处十八戒 这个叫做算术 算术 有没有一个数字 有啊 你要算算看 你有没有五个都周变了 周变的思维 不会 一个一个 一个法 不管是一个人 一个事 一个物 它都有方方面面 对不对 你只思维你喜欢的 你就不思维那个 你不喜欢的 或者反过来 你只思维那个 你讨厌的 不喜欢的 你不思维 那个喜欢的 或者反过来 你只思维什么 你想 你看到的 其他的 你故意的忽略掉 每个人都有长处 有短处 不可能一个人 他就是 他就是坏人 没有一点点的好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可是你就是 那个人嘛 他就是有多坏 多坏 多坏 你故意的 忽略到 每一个人的 本质性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告诉你 思维的时候 要周辨 方方面面的 要周辨 这个叫做算术 五蕴 十二入 十八戒 或者你思维 十 事实 或者你思维 不管是 事 八个事 或者是 你思维 缘起 十二 缘起 或者你思维 地 真实意 地 就有 世俗地 圣意地 或者是 苦 疾 灭 道 世圣地 他是不是都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数 那以我们为事来说 我们 可能啦 最 我们为事来讲 你假如要尽所有性的 思维 诸法的话 我们用的方法 就是 五位 白法 你把 一切的法 世青菩萨 帮我们归纳成 白法 白法已经比世间 一切的法 少很多了 你不要认为 白法那么多 谁能思维 那你就错了 那你就错了 你这样就不太适合学为事 我们后面会教你 其实 思维到最后 你一开始思维的时候 都要尽可能的耐烦 到最后你就会化繁为简 白法 然后归纳成五位 就是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义 行法 和无为法 这个是非常非常周变的 前面四个是有为法 后面是无为法 前面四个的有为法 它是从心法下手 它跟我们思维五运 从色运下手 很不一样 对吧 它告诉你心法 心一切最圣故 心才是一切的源头 色法是心所显现 心所显现 心才是一切的源头 可是你不要就这样心心心 那个太胡思乱想了 在维世讲得很清楚 又把心具体的开出 八世五十一 心所相应 对不对 很具体的告诉你 也就是跟你讲 从各个方面 方方面面的 来观察一下 心 我们用心观察心 你看看 所以心是一切最圣故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刑法 跟无违法 而且我们在学的时候 一开始你就要抓住 抓住 这一点很重要 一开始你就要抓住 它的总纲 比如说心法 那个总纲就是一切最圣 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把重点放错 所以不要在外境上面 做太多时间精力 太广的 在外境上面去分别 要拉回来到心上 因为心一切最圣故 然后心所是和心相应的 所以叫做与此 他那个心 心王相应故 到色法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 色法是二 就是前面讲的心跟心所 对 什么 现影 它是 它是你内心投射在外面的影像而已 你要是一开始学 就把这个牢牢的记住 你到后面 我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才达到一个结论 一切法是一言进 你不是就会互相辉应吗 你真的懂 对不对 对不对 总纲先记起来 它是心跟心所投射在外面的影像 所以叫二所现影 不相应刑法 就是所有的抽象概念 或者一般世间所说的 什么派 什么派的那种 什么哲学理论 什么哲学理论的 那个叫做心不相应刑法 也就是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三位差别 它一定是建立在色法 心法上面的 所以是三位 心法不是有心王跟心所吗 再加上色法不是就三位了吗 所以这个叫做三个的 这三个的分位 到了无为法 无为法的时候 他没有说无为法 他说无为法是上面四个的显示 反显过来的 所以无为法 是不能下定义的 假如无为法下定义 它就是有为法了 无为法一下定义 就变成是抽象概念 你回去再想 你回去再想 学白法明门论 假如不是这样子学起 你永远学不好白法明门论 假如一开始 你的白法明门论 就变成背那个算术形象 心法 心王八个 心所法 五十一个 色法 十一个 心不相依心法 二十四个 你现在就有人在背 我现在在背的人 我跟你保证 你一定学得很差 无为法六个 假如你一开始学背的 就是这些数字的话 我跟你保证很差 你忘了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你的白法明门论 假如学得好 一定是从总纲下手 它是为事 白法明门论是 为事的入手 也是为事的结论 学为事的结论 你知道吗 心就是心王 是四字性 心所是四相应 色法是四所限 不相依心法 是什么 是分位 无为是 是实性 是不是全部在讲为事 这是结论 白法明门论 它是从像 你可以从它 因为你没有办法 入到这种结论 你没有办法入到 所以它给你一个 方便下手处 才是底下所开的 那一百个法相 这样懂吗 这样懂吗 你把白法明门论 当法相来学 你永远学不到为事 它明明是 为事的入门 它也是为事的结论 就是得出 为事无意的结论 就是白法明门论 你把它当法相来学 你永远学不会 白法明门论 所以同学们 为什么现在学白法明门论 的人那么多 学到最后都是 只会背十一个 还不见得 真的会背 会背已经不错了 已经是好学生了 只会背法相 那一百个 社法 十一个 心法 心王 八个 心所 五十一个 会背 心不相应 心法 二十四个 很不错 很好 真的很好 那个在讲我之汉法 是怎么一回事的 你会背以后 真的是不错 无违法 六个 你把它当法相来学 明明白法明门论 它是明门嘛 明门就是开悟之门 叫明门嘛 你呢 你学到那个法相 把你压得实实的 黑门 同学们 我也不是没有教过 白法明门论 我当然教过 白法明门论 可是我教了以后 发现同学 都是这种情况 从那以后 再有同学 说老师 讲一下 白法明门论 我都不愿意再讲 等你们有基础 以后再讲 等你们知道 真的有一点 有一点基础 能够 关心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 我们生出来就有 这是巨生的 每一个人都如此 那种颠倒的习气 那种二曲的习气 稍稍看得到的时候 你知道外境 外境不是重点 拉回来 拉回来 外境没有像 你只要看到外境有像 你就是多像嘛 那个多像是什么 二曲习气的现行啊 你稍微对这个有所体会 稍微知道 为什么我们是颠倒凡夫 因为眼睛一看 耳朵一听就多像 耳朵像就是我们 二曲习气的现行 你稍微能够看到 自己的二曲习气 二曲习气就是你的心 它就是你的心 二曲习气就是你的心 王心所 所以设法是什么 二曲习气的现行 所以设法是什么 心投射在外面的影像 你要是 这个不明白 你永远不可能学为师 为师就是 为师的忠义就是这个 为师无义 它只是是嘛 遮掉外境 只留 是 为师 外境 为什么要遮掉外境 外境不是实相 它不是实相 为师无义 那我们眼见耳闻 这一切是什么 明明就有啊 你不能说没有啊 你不能睁眼说瞎话呀 那你眼见耳闻的是什么 似义显现 为什么说是似义 心投射的影像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但是它不是真实义 所以为师的 总说的比喻 总说欲 精彩 精彩无比的总说欲 叫做如幻 你真的对于如幻 我们为师所说的这个总说欲 如幻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有所体会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圆绝经啊 为什么一开始啊 文书菩萨和普贤菩萨的修行法门啊 就是知幻即离 离幻即绝 这一切 为师告诉你 凡生梦宰 幻 他就是幻 不是如幻 他就是幻 幻 所以叫你无所拙 从为师入般若 对吧 幻 无所拙 般若 你要是没有学般若 你就没有学佛 你根本没有学佛 你想单单只知道为师的话 为师是不了意 不会开悟的 所以要从为师入般若 你直接学般若 一切法无所有 不可得必进空 你能懂啊 你想说你能懂的话 我好替你捏一把冷汗 你绝对是自己在胡说八道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没有学般若 根本没有学佛 般若在告诉你什么 般若的行门是什么 般若的行门只有两个字 不着而已啊 不着 就是不着 不执着 其实所有一切法 到最后的行门 都是这两个字嘛 不着 不要执着 为什么 因为像 是你自己虚妄分别出来的嘛 所以要离掉像 不要执着 离掉像 不要执着 所有一切佛法的行门 其实都是这个 可是波 波耳是直接讲的 波耳的体是什么 不着 他的行门是什么 不着 就是不着 跟你讲无所有不可得 毕竟空不是跟你讲 真的没有什么 而是跟你说 不要执着他 不着 所以在波耳经里头说 以一切法不着 故 具足 波耳 波罗 你 那你 你会 平白无故 就对一切法 不执着呀 不着呀 不可能嘛 你一定要离向 才能嘛 不着就是离向 离向就是不着嘛 你一定要能够离向嘛 那你凭什么能离向 怎么可能离呀 你现在想一想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离得了 你家那个可爱的小孙女呀 想一想就心花怒放啊 怎么离呀 对吧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所以要叫你离向 必须要给你非常非常充足的 能够说服你的道理 然后只是道理还不行 还要让你深深的体会 对不对 那就是为事法相 最擅长的了 告诉你 这一切是假的 它是假象 怎么出来的 虚妄分别出来的 虚妄分别啊 这就是 事生时 代彼 相起 对吗 我们是不是学过了 这一件事情叫虚妄分别吗 像是什么 你诠释出来的啦 事生时 代彼 相起 是 可以吗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 从 从开始 我们现在是第几届啊 第三届 这个班开始 一直到现在所学的嘛 你以为 很多很多嘛 讲很多很多 都是为了 让你可以一直 明白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所以 学为事法相 假如你不懂得 怎么化繁为简 你一直在我们所学的东西上面 堆砌堆砌堆砌堆 到最后不是堆砌到你知道一堆东西 而是你都在 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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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学了很多 其实什么都 什么都没有力道 同学们 我们学过的东西哦 其实都是 都是 都是 宪法上面 就很有力道的东西 就很有用的东西 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啊 终有那一天吧 老天爷 那个不是用现在想象的 现在想象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个是短兵交接的事情啊 这一生最大的一个账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短兵交接的时候 所有你学的这一切有没有用 立刻 就是验收嘛 没有用 没有用就继续轮回 对吗 假如你想想看 你至少想得到 你学过戒 无悔 欢喜 安乐 这个叫善心死 善心死 毕生 善道 对吗 学过的 对不对 所以二道治疗讲完 我们会 我们会回到最后 也就是最先 的戒律 这一切 包括我们现在思维 正确的思维 也是一种戒 戒的意思就是纪律嘛 不是只有声 不是只有口 你的意业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嘛 意业嘛 所以这个三页的纪律啊 叫做戒 戒 你要怎么思维 你要另一心 怎么样安住 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我们学过的这些嘛 所以你要明白它嘛 另心小了 另心安住 有看对不 正思维 这就正思维 我已经先选讲 正思维 好 那所有这些道理都在这四个 四种道理里头 好 我们接着看 独处空闲以后呢 独处空闲 你不要以为独处空闲 就是隐隐 没事情 去睡个觉 那个不是那个意思 你只要看到独处空闲 他的意思就是要 最重要啦 就是要离掉五欲 然后禁除诸盖 独处空闲 最重要的意思就是离欲 离欲 离掉 离掉这个五欲六成的攀源 离掉五欲六成的攀源 你开始修子观 修子观最重要的事情是除掉五盖 懂吗 除掉五盖 没有除掉五盖 是不可能把心呢 把你的心安住在这个法尔道理上的 所以最先要做的是除掉五盖 所以你看到独处空闲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啊 就是要离欲 禁葬 然后正修子观 先远离六种 不因私处 为私益我 私益有情 私益世间 私益有情的业和业果一熟 私益净律者的净律境界 私益诸佛的诸佛境界 好 这六个 这六个不因私处 你不要自己胡思乱想 这六个 你要私益这六个的时候 你要先学过 就是能够如理的思维 以后你这个都会明白 在你还没有这种能力之前 你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接着 但正思为 所有诸法 志向 共向 如是思为 富有两种 一者 以算术形象 善巧方便 算计诸法 二者 以称量形象 一 正道理 观察诸法 功德 过失 到这里为止 我把它用我们的 那个文法的那种 那种 中国人的文法 这是印度人的文法 用我们中国人的文法 重写一遍 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简单一点 但正思为 怎么思为呢 你正思为 要依着什么思为 不是自己随便胡思乱想 虚妄分别 依着算术形象 称量形象 就等一下要学的 对吧 依着算术形象 称量形象 来思为 思为什么 思为 所有诸法 志向 共向 所有诸法志向 这是尽所有性 要思为到 所有诸法的志向 它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法性 那个共同的特征 共向 我们叫做 如所有性 这样明白吗 常常我们这个 维世里头 你会看到 诸法实向 诸法实向是什么 他就会跟你讲 诸法实向 就是尽所有向 如所有向 就是诸法实向 那如所有向 尽所有向 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 修止观的那个观 那个观 那个观 修止观的那个观 观察 如理的观察 又叫做 四会形 智慧形 四种智慧形 四种智慧形 是包括 能正减则 简单讲 减则 减则 即 减则 到 减则到 它的那个 最究竟处 即就是究竟 即 减则 周边寻思 周边 视察 好 这个叫做 四种智慧的观察 就是我们这边 如理的思维 智慧的观察 在修止观的时候 那个 所用的专有名词 叫做 四种智慧 的观察 智慧形 就是修观 而修 观的智慧形 就是这里所说的 尽所有性 如 所有 性 简则 就是 尽所有性 即 简则 就是 如 所有性 周边 寻思 怎么样 周边 寻思 周边 视察 那个 简则 尽所有 心 和 即 简则 如 所有 心 所以 他是在说 他是在重复的说 你要这样做 你要做到 周边 寻思 周边 视察 周边 寻思 和周边 视察 是一样的 只不过 周边 寻思 比较粗 周边 视察 比较细而已 然后他又告诉你 周边 寻思 周边 视察 在 尽所有性 如 所有性 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方便的 一个技巧 那个技巧 归纳起来 归纳起来 又是算数形象 和 秤量形象了 归纳起来 叫做六品 寻思 或者六事 六种 六个 事情 六品 寻思 你看 六品 是不是算数形象 然后他里头 告诉你 怎么寻思 是称量的 是依着 依着圣言量来的 是如理的 所以那个 六品寻思 本身就是 六品寻思 本身 跟四种道理 一样嘛 他跟你讲 你在思维道理的时候 你就要 这四种都要到 都要 是不是算数 然后这个是称量的 它是如理的 所以它又是 算数形象 又是 它又是 我们所讲的 每一次思维的时候 你都要 这两个形象 算数形象 称量形象 有没有很有道理 六品寻思 也一样嘛 六个嘛 六个面相 意识相品 实理 那你就把一个法 随便拿一个法 假如你把意识相品 实理 这六件事情 六品 六件事情 都思维道的话 你就是方方面面 尽所有心了 可以明白吗 然后怎么思维 底下会告诉你 怎么思维啊 它一定要依着 圣言量思维 所以第一个 意识相品实理的 那个意就是明句文 你一定要 依着圣言量 也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的正常道理 圣言量 正常道理是 由三量固 如实观察 三量的第一个就是 圣言量 你依着圣言量 去正比量 到自己可以 自觉圣智 限量 这叫三量 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意就是 正常道理的 圣言量 然后 一个一个 事情的事 就是自相共相 就是内跟外的 自相共相 那个相就是自相共相 是就是内跟外 内 内跟外 根深和气界 你要根深也要思维 气界也要思维 这样才尽所有心 的什么 根深和气界的 自相共相 的相 然后每一个法 你看它就叫你 每个法 是黑瓶 还是白瓶 都要思维的 你想到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这样 它的长处 你不要只看长处 你要知道它的短处 你看自己 不要看别人 看自己 你不要只思维短处 你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长处 自己也有 这个叫做什么 品 白品 黑品 功德过失 实 过去现在 未来 对吧 一个法 它都有一个 纵轴 一个横轴 所以你也要 缘起 有重的缘起 时间的缘起 对不对 重轴 也有各种因素 同时发生的各种因素 横轴的缘起 对吗 所以要思维 实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 四种道理 意识相品实理的理 就是四种道理 我们这边直接跟你讲 那个核心要以四种道理 依着四种道理来思维 这个很重要 你现在就要开始栽培这种 你要对这个先了解 所以要闻 然后栽培这种习惯 等到你真的修止观的时候 正修止观的时候 你不是就省很多事吗 你不要每次都是 从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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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算了 不要学了 没完没了的 你生命才多长 你要从头来到什么时候 从头来到五蕴 这一期的五蕴 结束了 经过隔阴之谜 就是隔阴之谜 阴就是运 然后又再从头来起 这个叫做 我们常常举的比喻 叫做什么 一个木头点火 点火点火点火 结果到最后你看一看 佛会觉得好伤心 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段木头上面 充满了坑坑洞洞 你知道吗 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 这叫做什么 那个比喻怎么讲 专木取火 前功尽弃 专木取火 这个比喻讲的法义就是 前功尽弃 其实很多人啊 你自己想一想 你只要几个月没有来上课 甚至于有的人是几年没有来上课 你应该就非常感慨了 我前功尽弃 是吧 是吧 好 所以这正思维就是这样 可以明白吗 好 我们开始广誓了 这个是总标 开始广誓 广誓 为若思为诸运 相应所有言教 这里的他思为诸运 是举例子 举什么例子 举五运 那你也可以同样的举十二入十八戒 四十十二元起四地 或者白法 这样明白不明白 他举诸运 他 这个 这个尤其是 你假如学阿涵的话 阿涵经里头 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 都是以诸运 以五运为例 我们这个地方 广誓下面分两颗 广誓下面分两颗 你要先找到 你自己 要看很多遍 才做得出科判来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同学 这么完整的科判了 对吧 可见的这一部分很重要 我底下就没有科判了 底下不管是无障会舍 三分庄严 都没有这么完整的科判了 所以同学 好好学一学做科判 看到我们今天所学的是什么 施政法 施政法下面分三个大科 第一个大科总标 第二个大科广誓 第三个大科 节 对吧 好 总标讲完了 现在是广誓 广誓下面分两颗 第一颗举朱运 举朱运什么 做例子 他现在只举朱运就是五运 看到朱运就是五运 你不用别的 别的想法 就是五运 举五运为例 为什么在所有的法里头 他单独选一个五运出来做例子呢 因为五运 几乎在所有法里头 我们用几乎都是这种习惯 用五运来代表一切法 明白吧 用五运就代表一切朱法 所以举五运为例 那毕竟他只是一个例子嘛 举朱运嘛 所以下面告诉你 例所余 以这个为例 其他的也照这样思维 例所余 可以吗 好 这是广式里头分两颗 举朱运 例所余 然后就结了 所以回头再看举朱运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 我们在如理思维 正思维的时候 所用的是算术形象 跟乘量形象 这种方法 对不对 那就依着算术形象 和乘量形象 再分成两颗 对不对 算术形象里头 那就简单了 五运就是五个 我们已经学过了 我们学过管五运论 我们也学过白法里头 不是白法 这个这个 佛教基本知识里头的五运 所以今天根本不再讲五运 我们学过 五运就是摄运 摄运 想运 行运 试运 好 结束 你假如 一讲到五运 你只会背这五个名相 那算了 等于没有学过 你回去要再从头复习 算术形象 不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是要学 乘量形象 也就是四种道理 所以我用红字 用红笔再标出来 观带道理 作用道理 正成道理 法尔道理 这样知道吧 这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好 所以他这边 他先举 算术形象 为若是为诸运 就是五运 为若是为五运相应 所有严教 佛说了很多五运相应的 比如正说的话 就是定义五运 摄运是什么 摄运他跟你讲 十一个摄法 眼耳鼻舌身 摄身相畏处 加上法处所摄摄 十一个摄法 然后还有很多摄运相应的 比如说用举例的 佛举例 摄什么 摄如巨墨 记得吗 这都是讲摄运的时候 会讲的东西 他讲很多 然后一个一个定义 讲到受运 他就会跟你讲 受就是领纳 通常我们讲到受运的时候 你早就领纳过了 你根本不知不觉 领纳了以后 你会直接感觉到受的时候 已经是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所以叫三受 三受只是一个分类 你也可以分五受 甚至于你可以分到二十五受 所以那个不重要 好不好 反正就是 你自己觉得 哎呦好喜欢 好讨厌 你已经在爱非爱里头 在受里头 早就领纳境界了 这样懂吗 前面已经发生 一坨拉苦的事情 你不知不觉 就已经多相了 受运 会解释 受领纳意 然后跟受相应 那就有很多话了 那通常我们先知道 法是什么 然后欲是什么 然后合法欲是什么 这样明白吗 或者这是一种方法 法 就是意啦 它的意是什么 它的意啊 意义的意啊 是什么 那个法意是什么吗 然后第二个举比喻 那个欲说是什么 然后合法欲 为什么这样子 举比喻 那个比喻 所意含的法意 合起来 叫做合法欲 这是一种方法 法欲 合法欲 还有一种方法 中 因 欲 这也是一种方法 明白吗 好 你就会了解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法 好 打住 不再讲 我给你们这么多方法 有什么用啊 你只要有一个 非常擅长就好了 很熟很熟就好了 有的人擅长中英欲 有的人擅长 合法欲 所以 色是这样 瘦是这样 想是这样 色瘦想 行事都是这样 五云就讲完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很多 除了运的定义以外 就是他的法意以外 还有很多和运 相应的圣言量 好 为 若 为若思为 诸运相应 所有言教 这个言教要圣言量 不要胡思乱想 那和诸运相应 如此 和 和十二处 十八戒 或者四十十二 缘起四地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相应所有言教 都一样 若负思为 再进一步的思为 如前所说 所欲 随一 所有言教 刚才已经讲了 这里先跟你讲诸运 然后接着讲 若负思为 如前所说 像我们诸运所说的 这样的思维的方法 你也思为其他的 就是所欲 随一 所有言教 比如什么 刚才讲的 十二缘起 四圣地 三十七道品 或者是十二处 十八戒 四十 这样子 这也就是先举诸运 然后利所欲 所有这个举诸运 利所欲 你都皆由如是二种形象 方便思维 方便就是善巧 就是给你一个方法 用这样的思维的方法 你就可以尽所有性 如所有性 得到诸法的法性 或者叫诸法识相 此副云和 底下他很简单的 讲一下 色受想形式 为颜色者 即十色处 颜耳鼻色 深色 深相位处 即十色处 即堕 法处所色 重色 合起来十一个色法 是名色运 自己回去 不管你是看 管武运论也好 你看我们前面 语解实际论第一卷 那边不是也有讲吗 或者是你看 佛教基本知识 讲的都很清楚 不是这个地方 这样子 你就是武运 你就是在学武运 这里不是在学武运 这里什么都没讲 换句话说 我现在在跟你说 这个地方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 你要回去 我们的学处那里学 所言受者 即三种受 四名受运 所言想者 即六想生 四名想运 所言行者 即六思生 等四名行运 所言试者 即六思生 等四名试运 如是名为 以算术形象 思为诸运 相应言教 比较重要的 反而是 反而是 你要知道 以凡夫来说 就是我们 我们凡夫来说 这个武运 是怎么升起的 这个比较重要 怎么升起的 以我们凡夫来说 这个武运 怎么升起的 凡夫来讲 武运的升起 是从色运 你不晓得 你完全不可能知道 像白法那种 一切最胜处 心法 你都是 你都是自己 冷静的想一想 你的心里头 为什么做 如是思为呢 你的心是 怎么升起来的 因为你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明白吗 所以从色运 开始讲 因为你的眼睛 看到 眼睛看到了 眼睛看到 就包括 用眼睛看到 做比喻 就包括十个色处 对不对 眼 眼根 见色 色尘 眼根所见叫色尘 眼睛所触对的 我们称为色尘 所以就有 五种感觉器官 眼耳鼻色身 所对的 触对的 色身相畏处 从这十个 这里说说的 色处这个地方 好 你眼睛看到了 然后开始分别 对吧 到底是什么 意 升起来了 是色法 就把你阿赖耶诗里头 色法种子 叫出来了 起现形 对吗 法处所说是 然后第六意识 分别出来的形象 才是我们所说的 你的境界 已经到这边了 所有一切法 是一眼镜 所以我们 根所对 就包括十个色处 根 眼根 对 色尘 生 眼 是 这个叫三合约处 根成事 三合约处 处心所 处心所 一生起来 你的法界 就是你的五蕴 就具足 处为受享私之所一 这里五蕴就具足了 受享私 所以在讲 五蕴五蕴五蕴的时候 你要 你假如白法学得好的话 你要知道 你的思维是用 五个变形心所 来思维的 你知道五个变形心所 阿赖爷是只有五个变形心所 你的阿赖爷是 种子起现形 那个意思就是 五个变形心所 在转变你的五蕴 你的五蕴是 一直一直 刹那刹那在转变的 靠什么转变 阿赖爷是种子起现形的 五个变形心所 你有没有 你成不成经如此思维过 这样想过 同学们 你不要背这个 这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地方 这边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管怎么背 都一点用都没有 你背十一个设法 没有用 你背三寿 没有用 六响声 六诗声 全部没有用 六诗声 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他不胜利用的 你要知道 他怎么陷起 这样好不好 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受跟想 两个心所 所以我们把 这两个心所 另外拿出来 射运 对吗 因为其他的就是 就是这两个心所 你射 你并没有真的见到射 外境无相 你不要忘了 你的外境的相 就是受跟想形成的 最重要的就是受跟想 行呢 行还是想心所 只不过是相续 想是一念一念 一念一念的 一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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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念相续起来 我们就叫做行 对不对 你这样念念相续 你就会造业了 那就是思心所的力量 思是什么 还是想 可是他比想 有力量 因为他已经开始造业了 所以我们思心所叫做 沈律师 决定师 到动发圣事 沈律师 你还在想 念念相续 他是行运 可是到决定师 你已经有意志力了 意志 一直生出来了 到动发圣事 你已经开始 有夜行了 有夜行就等着受业果了 对吧 你要这样子 来想你的五蕴 你不是背这几个 好 这个是 就思维这些 和五蕴相应的言教 这些全部都是 和五蕴相应的言教 再来 或负有此算术形象 别别思维 辗转差别 当之既有无量差别了 你的五蕴呢 是刹那刹那在转变的 所以它会有 无量的差别形象出来 那你的五蕴形象 跟别人的五蕴形象 也是都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有 无量的差别形象出来 你同意吗 你现在学佛以后 跟你学佛以前 你的五蕴 绝对不一样吧 你就算是学佛以后 你刚刚开始学 跟你学到现在 绝对不一样吧 是不是有无量的形象 那你的跟别人的 同样是我的 比如说现在是我的 我的声音了 我的声音 我说话嘛 你听到的是声音嘛 同样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就是我所说的话 只有一种啊 但是听到每一个人的耳里 就都有差别了 同不同意 所以这边就会出来 这个辗转差别 无量差别 好 结束 结束算数形象 在下面 云和以称量形象 这个量不是你的量 这个量我们要借用 圣人的量 就是圣言量 云和以称量形象 依正道理 就是底下的四种道理 思维诸运 相应 言教 为依四道理 四种道理 五倒的 所以这不是你的量 这是圣人的量 我们才能够叫五倒 你的量都是颠倒的 圣人的量 圣人的量 叫做五倒的 来观察 只要一看到 观察两个字 你不要以为 你的眼睛能够观察 你的眼睛 都是那种 鱼吃完顿 恶会种类 那个要再观察 那个不叫观察 你想起来没有 我在说什么 解身密经 同样这一个世间 五蕴 同样 同样这个五蕴的世间 这个世间 同样这个世间 但是就会有 两种观察 一个叫颠倒的 一个没有颠倒的 那个颠倒的 所谓的 鱼吃完顿 恶会种类 佛说我们要再观察 怎么样如理的观察 下面就要讲了 要如理的观察 何等为四 先标 一关带道理 二作用道理 三正程道理 四法尔道理 这先标名字 底下解释 第一个 云和名为关带道理 为略说有两种关带 先标 一生起关带 二思涩关带 下面解释 第一个 生起关带 这开始很重要了 生起关带 为由 租阴租源 适力 租阴租源的适力 阴跟源都是有力量的 它都有一种能力 有一种作用力 它都是有能量的 叫做适力 你做过的事情 那个后适力 这样懂吗 你到哪边去吃一碗面 哎呀 好吃的不得了 它有没有后适力 你下次还想吃 对吧 这个叫后适力 那个夜行的后适力 让你再造作那个 那个 同样那个 以前那种 夜 那个叫后适力 我们通常所说的因缘 那我们通常所说的因缘和合了 好 Depend on 他要怎么样才会升起 他不是无条件自己会升起的 他一定要依靠着什么 depend什么 on什么呢 因跟源 这样明白不明白 depends 他要depends 他depends什么东西 要当关带 租阴 租阴 租员 一个法的升起 现在是用运做例子 所以一个运的升起 一定要依着 要depends 要关带 租阴 租员 此运升起 要当关带 租阴 租员 这里就在讲 因缘所生法 这里也在讲 我们的有违法 就是行法 有违法 若阴 若缘 能生 租 行 他 反显 就是误触在哪里 他讲这个 所以有一切法 不会自己升起的 it depends 你说 我等一下 会不会拉肚子 你讲问人家这种话 人家会说神经病 人家会说 it depends 就会这样讲 懂不懂 it depends 你会不会拉肚子 我怎么知道 it depends 看你吃什么呀 你吃到腐败的东西 里头有大肠感菌的 立刻就 要送医院了 假如你吃的东西 是健康的 当然不会拉肚子啊 你说你 你为什么会生病 it depends 这样明白吗 今天早上 你为什么精神饱满 人家就会 或者你跟人家说 哎呀 我今天实在精神不济 上课都没有办法专心 人家就会问你 你昨天怎么了 是不是没睡好 一整夜没睡 跑去哪里啦 有没有 这叫做什么 it depends 明白了没 观带道理 我为什么重复这么多遍啊 你的悟处出来了没 他在反显 嗯 佛说一切法空 就是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就是这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佛说一切法空 因缘所生法 我说既是空 佛说一切诸法 皆无自信 因为it depends 他要观带因缘 这样明白了没有 佛说一切法无我 你不能主宰 为什么 因为it depends 明白了没有 好 我们学的这个 你一直反复的 含荣 他就是 佛说这个 你那个 慢慢慢慢 你就会有那个 悟处出来 好不好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了 佛在菩提树下 悟的就是这个事情嘛 缘起嘛 一切诸法的生起 要观带因缘 这就是佛在菩提树下 所悟的 所以所有的法都是假象 不是真的有那个 迷眼所说的那个法 那个法只是 下面要讲的 失色 失色 你迷眼所执撑的那一法 没有 没有 那一法是什么 那一法是 要观带因缘 然后你叫他什么 那个只是明具文的失色 有没有出来 所以都是你刚才 一直 一直去 含荣那个 一直去体会 那个观带因缘 it depends it depends 观带因缘 观带因缘 你就把你这一生 可以回想一遍 你这一生为什么是现在 当下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结果而已 都是观带因缘 可以吗 你说你为什么生起来 生出来就这么聪明 这个应该不是观带因缘吧 这天生的呀 还是观带因缘 假如你明白 你明白叶一首 你就知道 这个还是观带因缘 可不可以同意 可以吗 好 一直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了 这个就叫夜营缘 夜缘 夜缘 你现在是夜缘 等到它成为种子的时候 它就不叫夜缘了 它就叫什么 等到这个夜缘 你常常这样做 它一定成种子的 根深蒂固的种子 这个夜缘 当它成为种子的时候 它就不叫夜缘了 它叫什么 它叫轻因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把 因缘呢 叫做 就叫做种缘 轻因缘 轻因缘 你的所缘缘 对吧 你的真上缘 还有一个 等无间缘 念念相续 这个莫娜 第七莫娜的念念相续 念念相续就是后事例了 四个都是缘 包括轻因缘 所有一切的开端就是夜 夜缘 所以你要不要很重视夜 你不要一开始 什么都没有学过 先学夜性本空 你死定了 你明明是在轮回 你却说一个夜性本空 你说夜性本空就变成你 无所不敢为 那你死定了嘛 一定到三二道去 同学 学东西要有次第的 要有次第的 好吗 一切的开始都要从缘起 因缘所生法 要从缘起 所以这个地方学的 四种道理 实在好重要 尤其是关带道理 因为它是根本嘛 关带道理啊 根本 好 我们看过了第一个 私色关带 再看第二个 生起 不 我们 我们看过刚才第一个 生起关带 第一个 就是因缘 因缘和合 因缘 关带因缘 看第二个 私色关带 私色关带就是私色名言 名句文 私色关带者 为由名声 巨声 文声 私色 当然是私色名称 私色诸运 此运的私色 现在是以运作代表 用这个运作代表 也就是一切法的私色 都是这样 此运私色 要当关带 名句文声 好 到这边 要当关带 名句文声 本来 你就是那边 要挡风啊 或者是要干嘛呀 你就用砖啊 水泥啊 什么东西 或者草啊 泥巴啊 什么东西 做了一个挡 挡 挡风的墙 什么东西 一个 一个 你后来说它是墙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私色关带 你就不用每次都讲 哎呀 我在那个什么地方弄的那个 用什么弄的那个 讲一大堆 你不用讲一大堆 大家可以互相 用很简单的方式来沟通 这就是 这就是一种方便嘛 言语的私色 只是为了沟通的方便 所以言语绝对不是那个法 对不对 可是同学 因为我们太习惯了这种私色 我们现在只要一想到 一想到礼拜天早上要去上课 你就想到这个教室 它好石油哦 有没有 这个教室有墙壁 一想到墙壁就是石油的 一想到 有吗 有吗 设法是石油的 连心法都是呢 你一想到坐在这边上课 很石油的 哪一件事情不石油 其实你想到的只是名言 设法如此 心法如此 都是如此 同不同意 好 那你说 可以 我接受 这个只是名言 不用名言也是这么回事啊 因为有刚才讲的 生起关带啊 有了租阴租元的和和啊 众元成熟就有显现啊 所以我在 失色名言之前 就是我那个名言有个所一嘛 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我失色名言嘛 所以失色名言也是一样 看到了没有 它仍然是因缘所生法 懂吗 一切法都是 都是什么 因缘所生法 只是这个作用太大了 你失色名言以后 这名言的作用太大了 所以我们把它单独叫做 遍际所执向 否则它仍然是一塌如幻 它还是一塌起 一切法都是一塌起 我们现在把这里分开了 把一塌起跟遍际值分开 这里的关带道里 里头分成两个 一个生起关带 这是一塌起 一个失色关带 这是遍际值 其实这两个都是 因缘所生法 那你在修关的时候 你要把它分开 你要把它分开 这样知道吧 分开你才会 你才会 每一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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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法是怎么来的 你一定都要思维到 最后佛说的 一切诸法皆无自信 根本无生 无生所以无灭 你要思维到这个地方 你从一个法下手 一个法的志向下手 一直要思维到 它的无生意 就是空啊 或者说无自信 或者说无我 全部同一词 要思维到这里才是 周边哦 才是尽所有性 如所有性哦 明白吗 你不要思维到 啊 有啊 不管它叫不叫墙壁 无所谓 反正就是有那个东西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要思维 你就不要半桶水 响叮当 明白吧 你要思维到 好那是墙壁 好 无所谓 叫不叫墙壁 无所谓 对吧 玫瑰花有没有刺 无所谓 玫瑰花 反正就是 玫瑰花 有没有刺都是玫瑰花 玫瑰花 哦 很香 不管它有没有那种芬芳 我只要想到玫瑰花 我不用去想它是哪一种的芬芳 因为很多香的花嘛 所以才有很多很多种香水嘛 对吧 我只要一闻到那个 我只要一想到那种味道 我就知道那个叫做 所谓的玫瑰花嘛 你想懂我的意思吧 这些无所谓嘛 是它背后的那个 有一个什么实质的东西 你会觉得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嘛 我大概举玫瑰花不是好例子啦 因为很多人都没这么romantic 这里很多人非常 我举牛肉面好了啦 你大概比较有实在感 男生和女生 有的时候实在很难沟通 我看你们的样子又很难沟通 所以我举玫瑰花是不好的例子 就是你那种 那种感觉 你想你的好的感觉 牛肉面也可以随便 你想或者你喜欢萝卜啊豆腐啊 这样子 那个背后你总觉得有一个 萝卜吃在嘴巴里 豆腐吃在嘴巴里 我咬下去 那个汤汁跑出来 有没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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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你喜欢吃的啦 有没有感觉 所以不管它叫什么东西 我可以完全不记得那个名字 你到你老了 真的到老年就会这样 你都会完全忘记那些 它叫什么名字 可是你记得你小时候吃的那样 很好吃的东西 那个感觉完全都在 名称不记得 就是这样子 这样可以有点感觉吗 也就是说这个名称 就算你说这个名称都是假的 我接受 我还是觉得它背后有一个 实质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 要打破的这种不正确的观念 颠倒的思维 就是打破这个东西 你的那种实质感 实 有一种 有一个实 实在的东西 你执着那个东西实在 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非常难打破 这是聚生的 这是聚生的我职 聚生的法职 就一切都是法职啦 我也是法 就是这个 你把那个法当成实有的是 很难很难打破的 坚固的习气 我们生下来就有 因为你已经累生累世的讯息了 明白吧 这样明白吗 就是那个感觉 这样知道吗 你就是觉得它实有吗 可以不要名相 我到最后 我什么名相都忘了 可是那个 我还是回想以前那件事 以前小的时候 曾经有过的一个 就是忘不了啦 其实已经 那个 那个阿赖耶士里头 根深蒂固的 那个种子 还是会起现行 那个就是 你的那个实 实在的实 真实的实 觉得他实 觉得他实有 的那个执着 那个我们叫实 实在的 真实的实 执着的直 所有的修行都在做这一件事 你一见 一想到一个 不管心法 设法都有相 那个相一生起来 已经是在这个习气里了 我们很难哦 很难 要不是佛告诉我们 我们很难 警觉到这个 虽然你也会被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飞向 既见如来 你都已经是如来了 那么简单 只要 只要你看得到 你自己 这个 诸相飞向 就是如来 难哦 难哦 你不要嘴巴讲容易哦 难哦 嘴巴嘴巴 你假如嘴巴 很爱这样讲 反而不好 反而会变成口头餐 你要真的看到 你那个实质的习气才行 你那个实质的习气 隐藏到好深好深 但是就是在 你嘴巴 嘴巴说你不执着啊 离相啊 破相啊 飞相啊 无相啊 你嘴巴怎么讲都 都没有用 你要看到自己那个 很深的 很深的 微细的 那个实质 你这样知道吧 你这样知道吧 那个多难啊 你知道 巨神法治 要什么时候才破吗 七地的菩萨 七地圆满的时候 七地圆满就阿罗汉了 所以他不再受后友了 他没有这个习气了 看得到自己的实质 那种实质 同学不容易的 你后来整个 很清楚修行是怎么修 原来只在为这件事情 就是要离相 为什么说离相 那么难呢 是因为后面那种实质的习气 这样明白吧 你你时时刻刻有一个 警觉心生起来 警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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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觉心生起来 事实上 我们都这把年纪了 你说要你在这一生 你在这一生啊 虽然你已经知道了 重点 你完全清楚 重点完全就是这个 看到你的实质习气 慢慢打包它 你完全知道 但是年纪越来越大 你就越来越没有力量 同学 同学 所以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事 未尽事业 对吗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修行还没有做到 还没有完成 我们还没有达成 没有 没有 但是你的生命已经要结束 这一期生命要结束 而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到 怎么办呢 假如你又在轮回 这样轮回 那就回到刚才说的 隔音之谜 就是那个 钻木取火 隔音之谜 你又回到那个钻木取火 前功尽弃 你说没有 我有种子 难讲 第一个 你有没有种子 很难说 对吧 你有没有种子 不是音源 你现在音源已经遇到了 你都听了 所有的道理你都听完了 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念根 没有根你就没有种子 你没有念根 种子就是根 你没有念根 问题就是这样 你出去就忘了 你一出去你就忘了 对不对 所以你敢说你有种子 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种子 你问问自己 怎么问 你有没有种子 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种子 所以你要问自己 你有没有念根 你根本都记不住这些 完全记不住 一点念根都没有 你怎么会有种子 你白听了 它是无记了 无记 这个业你做了 可是它变成无记业 无记业不生根 所以它也不会再起线性 所以叫前功尽弃 懂吗 这是一个可能的后果 你现在在这里 好像满心欢喜 想想看 想想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吧 说不定下个月 说不定明年 不晓得 很不幸 像这种天气 好多人中风 你知道吧 好容易有这种天气 你就中风了 或者慢慢慢慢 年纪越大 就越来越失忆了 失忆 失忆了 我没有在吓你们 这是很应该 要想的事情 你想想看 要怎么办 所以除了学这些道理 要非常认真的 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以外 同学们 你一定要想一想 这个事情你怎么处理 就是你的分段生命已经 差不多 你自己都看得到 你自己觉得已经 一个脚在走向棺材 我都没有讲踏进棺材 我其实心里的 你都一个脚踏进棺材 你要不要想这个事 当然要想嘛 它几乎是迫在眉睫 你怎么可能不想嘛 对不对 所以假如你想这个事情 你就一定要想啊 那这个事情发生 我怎么处理啊 对吗 那就要想啊 然后再下来呢 第一个我不怕 因为我有面根 换句话说 我有种子 这个种子必定在起现行 所以我就这样 一生一世的 继续的学佛 这个叫圣道门 对吧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那还用讲啊 那就是我修的嘛 一定是净土门嘛 我直接去阿弥陀佛那里 听阿弥陀佛说法 我干嘛在这里 娑婆世界 听不知道谁说法 那个叫李莉的 我直接去阿弥陀佛那里 听阿弥陀佛说法 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你想想看 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件事情 多么安慰你的心啊 你自己想想看 你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不要说外面的人好坏 不要说 你只要想想你家里的人 对吧 冤家呀 是吗 所以你要很确定啊 你要怎么处理 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这样放眼一看 我这样放眼一看 我自己觉得最年轻的 都有五十岁 年纪大的可能都快八十岁了 就是七十多岁了 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嘛 你绝对要想的嘛 你不是已经眼睛看得到棺材 就是已经一个脚踏进棺材的人 你怎么可能不想 这么实际的问题呢 是不是同学们 所以一定要 你自己要想好了 那个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 那个无上菩提 是确定的方向 可是你怎么走到那个地方 你一定要想好这条路嘛 对不对 同学们 而且那个路 你都要真的想得很清楚 它是可行的才行啊 它在中间会有多少障碍 底下要讲的啦 障碍里头好多种啊 比如说放异章 放异 你自己放异 必定退转的 外面的 外面外境的 引诱那么多 你自己内心又放异 老天爷啊 那还有什么希望 所以你 你敢相信自己 可以在这一条路上 三大阿僧奇节 了不起 这种人我好佩服 好了不起哦 对吧 反正都很好 真的很好 都是佛说的呀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的意思就是 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你的选择 只要是因缘所生法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选择 对吗 对吗 你自己就要好好地想清楚 先下课 我们接着看 速度要加快一点 第二个 作用道理 云和名为作用道理 就是前面说的 It depends 由自缘故 那个因缘的势力 它会有作用的 由自缘故 有自缘故 有制作用 各个差别 就是那个因缘的势力 各个差别 为 眼能见 眼能见什么 眼能见的我们叫做色 所以就变成眼能见色 耳能闻生 鼻能 嗅香 舌能 肠胃 身能 绝处 亦能 疗法 它在讲五根 五种感觉器官 加上 第六意识的作用 经过这五种感觉器官 五种感觉器官 就是五种感觉器官 我们只是把它 它就是感觉器官 只是把它 不同的感觉器官 所生的不同的作用 分开了而已 它就是感觉器官 然后第六意识的分别 只有一个 五种感觉器官 有五个 对不对 但是意识的分别 只有一个 第六意识的分别 这样子就生了一切的法 我们认为的法 但是问题就是 在这个第六意识 分别的 这个分别 它的分别 这个作用 它的分别就是是 它的这个第六意识 这个是的分别 后面 后面 我们不那么警觉 第六意识分别的时候 为什么被称为虚妄分别 难道冤枉它了吗 它不是虚妄的 我们把它叫做虚妄分别 没有 所以你要 好好的把这个想明白 我们第六意识 在分别的时候 后面就是有那个 刚才说的实质的习气 明白吧 那个叫做 阿陀纳斯 唯一指唯建立 故六四身转 所以我们是颠倒的 鱼吃顽顿 二回种类 所以你要想它后面 分别就是分别 也能见赛 耳能 闻生到义能分别 那为什么好像 好像不得了了 好像就变成 我们众生都有罪一样 贪嗔痴 这个叫罪 是因为那个后面 那个实质 那个习气 这样明白吗 那个指的就是 第七莫纳斯的 我吃我见 我慢 我爱 这个巨生的 所以只要你的第六意识 一起分别 它就发生了 只要第六意识 一起分别 它就发生了 所以第七莫纳斯 被称为第八阿赖耶士的 根 义根 好 这个 在下面 色 为眼的境界 为眼所行 乃至法 为意境 为意所行 到这里为止 请参考 于学士帝论第一卷 它太重要了 所以不是你这样看一下就好 你要复习第一卷 色 色成 是眼 眼根 的对境 是眼事 生起来 行就是活动 眼事 生起来 眼事 活动的原因 由眼事 生起来 你才 圆到了境界 可是这个境界是什么 要由第六意识来分别 就是这个 乃至法 为意境 为意 所行 请去分 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 你不太知道 他在讲什么的话 你要 你一定要回去看 于学士帝论第一卷 它太重要了 或付所于如是等类 于比比法 别别作用 当之一耳 即使诸法 各别作用 所有道理 于且方便 皆 说明为作用 道理 他这里就是举六根六乘六四 明白吗 这就是作用 根乘四就是一切法 根乘四 这一切法 就是根乘四 好不好 嗯 好 那 作用道理 在下面就第三个了 正乘道理 云和名为正乘道理 为一切运 皆是无常 众缘所生 苦 空 无我 这里分成 一切运皆是 第一个无常 第二个众缘所生 第三个苦 第四个空 第五个无我 这里分五个 其实在讲四念著 我们只要念头一生起来 就是众缘所生了 就四生起来了 众缘所生 好 那你要怎么想呢 这众缘所生的这些法 第一个无常 你马上要知道无常 到这个地方 已经不是前面讲的了 前面都在像上面 跟你讲正道理 现在已经要透过这个像 不是在看像了 比较深刻的看到 一切向后面的本质性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法性 到这里已经要看到这个 一切的像 你把它归纳 它就是众缘所生嘛 有没有 刚才是不是花很多时间讲这个 一切的像 只要想到像 一个一个一个别别的像 它都有一个共像 那个共像就是什么 众缘所生 所有的像 不是自己生的 都是it depends 都是带因 因跟缘生 对不对 都是观带因缘而生 都是因缘的势力 好 这个已经是 所有你看到像的时候 你就要立刻到这个 刚才学过的这个道理 那是像 然后现在再看 这一切的像 都有共同的特征 像各个不一样嘛 那是作用道理头讲的嘛 对不对 因缘不一样 像就不一样 可是到了正层道理 这里所说的时候 已经到法性了 你要 你要离开这些不同的像 去看到它有共同 所有一切的像 像上面不一样 但是都有共同的法性 本质性啊 那个属性啊 你要看到它的属性 所有一切的像 不管它的像 千差万别 但是它都有共同的属性 共同的特性 叫做共像 第一个就是 它是众缘所生的 众缘所生的 那个因缘呢 生生灭灭 所以像就无常 这第一个 一切法的本质性就出来了 无常 本质性无常 有违法都无常 因为所有一切法 都是众缘所生 所以 嗯 你不能控制 对吧 其实你不能控制 就是无我了 你不能控制 你还想要 怎样 怎样 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它不是你能控制的嘛 它要等待因缘嘛 对吧 你说你老婆死掉了 好难过哦 这你能控制吗 这个你能控制吗 不能嘛 所以你想要它不死 那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这样可以明白我的意思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 不是一个概念法而已啊 但是你不能控制的 因为它是众缘所生 所以由众缘所生 开出来它无常 它无我 这已经讲完了 你又不接受 不承认 不能够深深的去体会 这个无常跟无我 你一定生苦啦 绝对生苦的 你要跟法性对抗 唯一的结果就是生苦 苦 可以有一点体会吗 法性跟你说 它是众缘所生 是不能依靠的 你偏偏要 你偏偏要 抑着什么才会生乐 小孙女在的时候好快乐 或者自己最亲爱的 不管是谁 在的时候 有个依靠 比如你的老公啊 一定要他在 你才觉得有安全感 有保障 你才觉得 你才觉得不空虚 那你就完了 你能够保证 你能够保证他一定在吗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 不懂啊 你到底懂不懂啊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没有保证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不能依靠 你要依靠 你要保证 那个结果就是一个字 苦 在波尔经上 直接了当告诉你 诸法十项是变无所依 直接了当告诉你 变无所依 变无所依 所以你只要有依 就必定会有苦 你有依就不会如你的意啦 有依就会有失去嘛 失去你就会 就会苦嘛 你因为有依嘛 那个依就是你的求嘛 就是你的求 你的祈求啦 你的希望啦 那就一定苦的 绝对苦的 什么苦都会有 只要 只要有依 众缘所生 明明不能依 可是你要有依 只要有依 所有的苦都有 生老病死苦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冤真会苦 无孕之胜苦 所有一切苦都会生 好苦 那众缘所生嘛 是缘起嘛 it depends嘛 所以是空嘛 这样懂吗 无自信嘛 他不是自己生的 不是自己有那一法生嘛 所以是空 我们叫无自信 叫空 或者叫无我 这已经全部都出来了 这不管是 不管是法印啊 或者是念著啊 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 因为法性如此 由三量故 如实观察 三量 就是圣言量 刚才讲的观察 都是由圣言量 得到的结论 由圣言量 依着圣言量 正比量 正确的正 正比量 是正确的正 依着圣言量 正比量 正比量 也就是如理思维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正思维 那是正比量 思维是你的比量 不是你的现正量 同意吗 所以这个叫做 如理的思维 由圣言量 我们依着圣言量 所以你一定要从文下手 要多文讯息 正文讯息 然后依着这个圣言量 圣言量做你的一子 不是你自己的巨生的那些 那些有肉种子做一子 不是阿陀纳士做一子 要由圣言量做一子 让你的六四伸转 就从流转道 变成转一 这样可别明白 由三量故 如实的观察 如实的观察 一切法无常 众缘所生 苦 空 无我 为由 这里讲三量 至教量故 由限量故 由比量故 圣人 至正圣志 是他的限量 然后他把它用名言说出来 叫做至教量 我们如理的思维 叫做正比量 由此三量正宴道理 诸有智者 心正直受 安置成立 就是念著 你的心里头 好好的想 好好的想 一遍一遍的想 说服自己 一定能说服你的 因为他有道理 他何逻辑 他慢慢让你看到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心正直受 安置成立 这样懂吗 在心里头安置 就是念著 安置成立什么 成立 就是底下的 为一切运 皆无常性 众缘生性 苦性 空性 及无我性 跟前面完全一样 你自己现在 刚才是教你 现在是你自己要成立 你自己在心里头念著了 心里头成立了 成立什么 他以运作一个例子 其实就是一切法 一切的有违法 都是这样 怎么样 一切的法都是 第一个无常性 第二个重缘 生性 第三个苦性 第四个空性 第五个无我性 如是等明 正成道理 第四个 云和名为 法尔道理 一切法的本质性 就是这样 一切法 本来面目出现 法尔道理 为什么我们说五个运 这个样子的种类 就是五个种类 为什么气世间 我们看到的气世间 它是这样的安部 和名元故 底下讲 我们五运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有实质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有这个色身 气世间 你为什么会有实质 就是因为 看得到它 这个都是什么 地水火风 能造势大 所造色 所以底下先讲 能造势大 和名元故 地 间为性 水 丝为性 地间为相 水 丝为相 火 暖为相 风 风 风的作用是什么 轻动 轻动 它会变来变去的 就叫做风 风 从这边到那边 它会有一个行的 就叫做风 风 风用轻动 以为起相 何因元故 诸运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 极境 何因元故 舍变坏相 受领那相 想 等了相 想是因念 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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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的 了 了别 一个这样 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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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通常 你会觉得 好像一个念头 从刚刚到现在 我就是这样子想的 你不觉得它是 一个念起 一个念头 生起 灭去 再生起 灭去的 一念 一念 一念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这个等 等了心 它有这个等 行呢 照作相 行啊 以私心所为体嘛 它是照作相 是 现前了别 现前了别 所以它是了别相 是 了别相 有笔诸法 本性 因而 为什么是这样 本性 本质性 就是这样 本质性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证 假如你是 亲证 你现在是 自觉圣志了 你自己证到的话 你就知道 啊 本来就是这样 本性 因而 它从本以来 没有改变过 都是这样的 法性 这个法性 没有改变过 那个意思 不是说 它是死的 它是禁止的 你不要这样想 没有改变过 是说 它一直都是这样 它的本质性 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动态的 有作用 有功能性的 一直都是这样 这样明白吗 它本性 因而 就是这样 自性 就是这样 法性 就是这样 你叫它自性 本性 法性 都可以 这是同义词 因而 都是这样 即使法尔 说明道理 法尔道理 于且方便 或即如是 或亦如是 或非如是 一切皆以 法尔为一 各个法 纵向差别 身罗万象 千差万别的 但是都是 都是以法尔为一 一切皆归 法尔道理 我们常常会念到一句 一切从此 法界流 流出来 一切还归 此法界 出自社大乘论 跟这个一样的道理 跟这边讲的一样 一切皆以 法尔为一 一切皆归 法尔道理 你要这个样子 你要这个样子 令心安住 令心小了 如是名为 法尔道理 这里在反显一件事情 假如你不是这样令心安住 你用的就是自己 阿托纳斯为一子 为建立的 也就是你一子的 就是自己的 巨生我执 巨生法执 你所一子的 就是你自己的那个 很坚固的二曲习气 懂不懂 那个是你起一切现行的 那个名言的程式 这样懂吗 鬼神误解 你就是这样解 现在我们要改变 改变你的名言程式 你的大脑思维的纪律 要把它改变 改变一下你这样 全世诸法的 那个思维习惯 改变 很难 可是你要这样下手 你要这样做 这样懂不懂 要不然你永远不可能 什么开悟的 什么自觉圣志的 永远不可能 因为你一子的是 你自己原来那一套想法 我们为什么 常常会觉得学佛 平常一切境界如意的时候 还觉得蛮好的 真的碰到很 很那种出猛的 很受苦的境界的时候 你会觉得学佛 没有用 就是因为事实上 你的那一套 用来解释 这个无相的境界的 那一套 那一套诠释 那一套名言程式 没有真的改变 没有真的改变 你怎么诠释这个境界 境界无相 你要先知道 对不对 对不对 它的相都是你自己 诠释出来的 对不对 你怎么诠释它 你就怎么受用它 对吗 你假如没有改变这个 这个你的诠释方式 你的思维 你假如没有改变 你的这个名言程式 没有改变 它就 它就不会有真实的 真实的那个 那个利用 等到你 平常一般般的境界 还无所谓了 等到你真的碰到 比如说 临终 那种 那种真实的 短兵交接的时候 就不见得有用了 因为你 你那种最深细的 那种 心里头的那种 言说随眠的 都没有改变过 就是那个名言种子 没有改变过 流于很肤浅的 嘴巴上面的说一说 嘴巴上面 自己老实 很老实的 问问自己看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为四 没有一个 你其他都学不到 只有为四 这样精彩的解释 何谓法 法是 鬼词异 鬼声误解 你是依着自己的 鬼声误解 你依着自己的 这个认识自信 所以假如你要改变的话 从哪边下手 就从你的鬼声误解 一切法 那个鬼 就是那个道理 那个道理 那个路 那个火车都在鬼上面走的 他离开了那个鬼 火车就翻车的 你这样懂吗 这一切法的升起 也是跟火车走在轨道上一样 这一切法的升起 这个法升起的那个比喻来讲 那个轨道是什么 就是缘起 缘起的道理 可以明白吗 所有一切法 一定是依着这个道理 缘起的道理 好像火车走在轨道上 你不依这个道理 就像火车翻车 离开轨道他就翻车 对不对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 最了不起的 中国人 最了不起的智慧 就是老子 老子的道德经 也就是老子 那本书 他上面说 这一切法怎么升起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你读这一句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三生万物 所以你不要看万物 万物你是看不完的 所以你要去追溯它的源头 你追溯源头 追溯到一个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就是我们这边的读法 各个差别 那个是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去那个的 依据观察的 所以你要去追查它的源头 只要那个源头 它在说什么 你能够掌握 你就可以看 这一切法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同不同意 好 那个道是什么 你知道 佛法传到中国来 佛法是外来的 所以他一定要借用 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 凝聚文 对不对 他很难自己 去创造什么 中国人不了解的名像 所以他要依着 很类似的 你中国人在使用的名像 对不对 他借用 对不对 他借用的就是什么 道 那道是什么 道是什么 道是法尔道理 他不是谁创造的 没有人可以创造道出来 道 所以道是无修无证的 他不是你修正 修正都是有违法 有违法怎么可能 道那个所谓的无为 道是无为吗 明白吗 道本来应该是处处 他是 他是进一切 进 他是变一切 他是一切时一切处 进一切时变一切处 他是 他是无量无边 那个道 我们怎么可能离开道 不可能吗 不可能吗 你不可能离开他吗 那你不可能离开他 你为什么不见他 不是很奇怪吗 你既然不可能离开他 你应该处处见他 时时看他 为什么你不看他 不见他 你为什么 像笼子一样 像虾子一样呢 难道是那个道 自己隐藏起来了 他跟你有仇 绝对不是这样吗 对吧 你跟得上我吗 所以你要问自己 想想个原因是什么 你不见道吗 道不是修正出来的 道不是 他本来就是这样 他是法儿 他是本性婴儿 自性婴儿 他是法儿 所以那个怎么 你为什么会 你为什么会不见不闻的呢 你为什么会这样 如虾似龙的呢 为什么会呢 为什么会呢 就障碍嘛 道没有障碍你啊 他根本就是这样嘛 这样听得懂听不懂 是你自己障碍自己啦 所以下面我们要讲有障了啦 你自己障碍自己 你为什么会自己障碍自己 就是那个实质 你眼睛一看到 把它当成真的 然后就生起爱废爱 就是个障碍 贪欲 爱不到 求不得 就生起称慧 一称慧你就很接近地狱了 一称慧 那个脸呢 立刻就是一个争鸣香 对吧 就这样 然后你就会怪到像 因为像让你生陈慧 像让你生贪欲 你就怪到像 一次颠倒还不够 你还继续颠倒 一直颠倒 一直颠倒 对吧 为了让像满足你 让像满足你 你只要改变他 你只要改变他 改变他 改变他 到最后你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人是万物之灵 都跑出来了 对不对 不能再讲 再讲真的是 那就也是一样了 没完没了了 赶快回来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那个道 道就是这个了 道只是一个道理 它是道理性 没有一个东西 没有一个神 没有一个事 没有一个物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道 就是只是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法尔道理 由这个法尔道理 法尔道理要自证 圣人自证了以后 告诉我们 叫做正成道理 这样明白吗 让我们看到自己 我们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颠倒 关带 只要一看到就是关带了 眼见射这就是关带 明白不明白 什么是关带 眼见射的时候 就开始关带 关带 就开始了 你在这边就开始错 但是不是错错没事 错错很有事 就是作用 你会生起 各种作用 都是 就又是颠倒的作用 轮回的作用 好 即使法尔说明道理 一切皆以法尔为一 一切皆归法尔道理 令心安住 令心小了 如是名为法尔道理 好到这边结束四种道理的 分别解释 如是名为一 四道理 如是就名为一则四种道理 观察朱韵相应言教 如由算术形象 及乘量形象 观察朱韵相应言教 如是既由两种形象 观察其余 所有言教 明白吧 我们用朱韵来举例 接着下面那个就是立所于立 其他一切都是这样观察 好 如是总明审正观察 思维一切所说正法 不是我们自己眼睛张开 我们就叫做观察 不是都不是我们叫颠倒 要再观察 要这样审正审正观察 思维一切所说正法 如是名为文思正法 好结束 底下我写了两个PS 第一个PS 同学 我们越学越多 越学越多 你要 你要开始慢慢练习 一遍一遍的整理 为什么呢 一遍一遍的整理 你的思维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他都在讲同样的一个重点 这一切法 无声 无声 但你不要把无声当成什么都没有 那你就死定了 你就错了 对吧 这一切法无声 只要有因有缘 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 就有你以为的法声 我加上以为 你以为的法声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一切法声是什么 有因有缘 而且要因缘 合合 合合以后还要成熟显现 不相应不会合合 不合合 不合合 因跟缘一定要合合 因跟缘都在 他本来就在 你只要有业 接下去的就都是因缘了 对吧 刚才有没有解释过 有啊 好 都有 你做了那么多的业 所以这个 这个法界是很有力量的 大家供业都在 那个后势力都还没显现 都在 好 他是很有力量的 等到你相应 相应 他就在等待你相应 相应 相应以后 合合了 成熟显现 那个叫易熟了 就是这一切的 有情世间 气世间 你自己去想里头啦 同学 现在好 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间嘛 可是同学 你有本事 因为我们学的这个道理 把这个世间看成 如幻的 如梦的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世观 你有办法做到吗 啊 读金刚经可以 你真的 等一下就要吃饭了 你就不会把它当作 梦幻泡影 路电 肚子饿 很实在 不吃饭 很苦 你一餐不吃 还可以忍耐 好几餐不吃 你就想杀人了 是不是这样 那个是作用嘛 作用道理嘛 所以只跟你讲 道理是没有用的 你可以体会吗 你要知道 虽然它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它 它那个作用 让你觉得 那么实在 你才会因此产生 那个实质嘛 你要很 一直跟自己提醒 那个只是一个 只要有这个身体 有这个身体 有这个身体 你就会听到声音 我只要这样 这是夜圆啊 你就会听到声音啊 所以你会觉得有实在啊 有实在啊 对吗 你真的有听到声音啊 这不是你的幻听啊 这只是一个作用嘛 我的这个骨头 我用骨头去敲 我这个骨头是尖性 这个东西也是尖性 这不过是作用而已 尖性 尖性的作用而已 假如我现在手不是敲这里 我现在的手是敲空气 它有声音吗 因缘所生乏 作用不同 可不可以明白 你觉得墙壁好实在哦 你不会把它当成是换的 所以呢 你走到墙壁面前 你自动会停住 假如不停住 你一头撞下去 就一个包包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你是坚信为主的 他也是坚信 坚信碰坚信 你怎么过去啊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 我们很多大德 他真的完全身心啊 都在这个道理里头的时候 他就这样穿过去了 法性就出来 他真的就这样穿过去 有没有 他如幻你也如幻 你当然穿得过去啊 你不要你不要以为 这是这个是什么什么 你不要以为我太激动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什么 这是神话 你不要以为这是神话 因为我们都不 我们都从来没有 这样把这个法性 法尔道理 当作实在的过 我们只是在听 诶 道理是这样讲 想一想也合逻辑 你不把它当真的啦 对不对 对不对 要老实的承认啦 所以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所以同学 修行不是那么 道理很容易 你一遍一遍整理 那个道理真的很容易 化繁为简 因为道理在讲什么 就在讲这一切 不是实在 所以你要离向 你不要被相所付 被相所付 你就生起一堆烦恼 相一付就爱非爱啊 爱非爱你就是轮回啊 你就是贪嗔痴 然后生起夜行 对吧 你就受那个轮回的 那个夜暴 那个苦 就一直或夜苦 或夜苦 就这样啦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就这么简单 贪嗔痴 怎么生起来的 现在贪嗔痴 等于是我们 基督教讲的原罪 你知道吗 坚固的习气 根本 根本的烦恼 三毒 你贪嗔痴 怎么生起的 你不要以为 那个在讲别人 不在讲你 你不要以为 你很不错 贪嗔痴 怎么生起 你一遇到境界 马上心里头 就生起了 爱非爱生起了 爱非爱生起 已经是很 跺在相里头 你看不到 你跺相这一件事 就是实质这一件事 你感觉到心在动而已啊 有的人连心在动 都不会感觉 都不会感觉 那个迟钝到实在是不行 对吧 对吧 咖啡这样子 一打开你就开始 好香哦 你根本不会有其他的想法耶 立刻就是好香哦 你懂这个意思吗 你会看到自己多香 多得多严重 好香哦 有香就一定有 不香的东西嘛 那假如是大便呢 对吧 你没有看到你这个实质哦 你没有看到哦 你没有看到你是在二元对立哦 一切是关带 你都没有看到 对吧 立刻就是好香 弹成吃 这叫弹成吃 这叫多香 这叫相负 这就是 那个实质的作用 东西一放到嘴里就好吃不好吃 对不对 假如太烫还来不及好吃不好吃 就是烫 太烫 一放到嘴里就是太烫 那是立刻的 我们的实质啊 我们的实质啊 这种这种二曲的习气 是立刻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 你有本事 停住他 你没有本事停住他 明白吧 明白吧 所以你要升起警觉心 升起警觉心 升起警觉心啊 从每天都要稍微坐一坐 想一想你今天又多少次的 这样败给他 被相所负 你自己回想 回想一下 哎呀 怎么还是这么坚固的习气呢 这个叫忏悔 然后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看看有没有进步 一直要到 你在境界上 你就是碰到境界的时候 看有没有念住升起 好吗 到最后自觉圣志的时候 这些全部没有 他完完全全是自信 就是那样 自信流漏 他完全是自信流漏 那就是自觉圣志了 没有完全没有 完全离开任何名言 我们现在是离开我们的颠倒的名言 依靠 尽量的依靠 尽量要做到 依靠圣言量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能不依圣言量 对吧 对吧 到以后自觉圣志的时候 就是连这个圣言量都 都不用依靠 你完完全全是 本来 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嘛 他完全是自信流漏 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佛说法如法御者 法上可抛 何况 非法 我们想的都是非法 好 讲完了 要开始 所以回去一遍遍的整理 看自己能不能出来 这个思维的纪律 后面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啦 你不去做 这讲也 你也不晓得在讲什么 意思要改变 有一个很大的秘密 假如你不经过 因为这些都是厚实力 假如是白天 你还觉得你可以看到你的心 其实 那个时候 很可能你是用强压的啦 很可能你是用强作意啊 等等都不一定啦 不见得你的意识真的改变 你自己想一想 意识真的要改变哦 你一定会经过 觉悟于且这个阶段 你自己想一想 所以 假如你都不像我们前面教的 觉悟于且那样子 修过的话 很难说你的意识 是不是转变了 真的很难讲 很难讲 自己想一想 提醒了 底下 云和无藏 好 云和无藏这个地方 我把它分成 一二三四 四颗 跟以前一样 四颗 先标 然后广遍略一节 这个地方特别要讲的就是 我们不是在讲无藏 我们反而是在讲藏 我们不是在讲无藏 我们反而是在讲藏 因为我们众生只有藏 讲无藏是 无藏是法尔道理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去 我们不可能去学 或者去 就是说 哎呀 学过无藏 我们就无藏 那完全不可能的事 我们是要看到自己的藏 然后除掉 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五盖 那个时候讲的除五盖 对不对 我们除掉我们的这些盖藏 盖父 我们除掉这些藏 就好了 没事了 就叫做无藏 无藏实相就是本来就在 它就会显现 所以我们这一颗的重点 不再讲无藏 在讲藏是什么 明白吗 先知道这个藏 我们再讲藏 请看 云和无藏 为此无藏略有两种 一则一 内 内就是自身 二则一 外 自身以外全部叫做外 包括友情 自身以外的全部叫做外 一则一内 二则一外 我当先说 一这个内外藏 与比相伟当之即是两种无藏 他就告诉你 我这个地方讲什么 讲内外藏 你只要自己知道 跟这个内外藏相伟 就是不是他 跟他相伟的 那个就是我们这里要说的两种无藏 所以他要讲的是藏 明白吧 云和一内外藏 这个就是广 广 广 广便 白板上的广便 然后广便里头分成内藏外藏 云和明一 内藏 未如有依 与其先是 不曾修福 不修福 故你自己这个根深不可能太好 你的根深啊 为什么你的根深很 很多病 你的根深很忧愁 这是指你的personality 就是个性啊 因为你不曾修福 不曾修福啊 很多啊 除了刚才讲的个性 不曾修福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都不可能不吃不喝嘛 不吃不喝你就活不下去 对吧 你不吃不吃 不修福 你的吃喝啊 你的住啊 这些东西啊 这个维生啊 滋养身体 滋身 所必须的福就没有 就会很辛苦很辛苦的 只是为了活下去 假如活下去是那么辛苦的事情 你还有多少的时间精力 去做别的事 那个原因是什么 不曾修福 这就是内藏 根深 自己的这个根深 自己这个根深 为什么不太好用 老是 比如说 现在马上要那个 年底的什么 连欢呢 或者过了年以后 就会有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的 不是就会常常有连欢的机会吗 尾牙啊 然后什么的 尾牙啊 什么东西 这种连欢会里头最大的 那个 那个 最大的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嗯 就是摸彩 对不对 就是 大家都是为了那个摸彩 才去的嘛 好 你看像 你看像郭台铭 他们那个摸彩 好 就最大的 你为什么会参加那个 其实不是为了要连欢 是为了要摸彩 这是最大的原因 有的人 年年摸彩 年年中 有的人 从 像我从禁银行到我退休 三十年 从来没有中过 我心里怎么想 就是这个 不曾修复 我有一个同事 年年中的 很 很简单嘛 那个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我们不是叫这个偏 偏财运吗 很简单 他以前有修复过 就是这样 所以没什么好怨的 没什么好嫉妒的 没有 你自己没有怨 也没有嫉妒 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 不曾修复 为如有意 与其先事 不曾修复 不修复 故不能时时 获得随顺 知生重聚 就是你的那个知聚 不是很容易的 很好的 不是 所谓 衣食诸作卧 病原医药 急于杂聚 用这个代表 一切了 有猛力的贪 即常识贪 有猛力的撑 即常识的撑 有猛力的吃 即常识的吃 前面先讲 身体上需要的 就是偏色法 后面讲心理上面 这个人为什么生出来 贪吃吃啊 从小就觉得 特别会计较 特别会生气 特别会 讲什么 都要讲好多遍 有没有 从小就看得出来 有没有 根深的脏 内脏 或于先是 积极造作多疾病业 所以你一从生出来 就体弱多病 有比为因 多出疾病 所以同学 你知道假如生病 的原则是什么吗 生病 只要你生病 想都不要想哦 第一个看一生 这样好不好 好 千万不要说 我生病 我就去拜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呀 看到了 我生病了 我告诉你了 听到了 接下来就你的事了 你鬼啊 你自己的事 你少推卸责任 可是假如你已经 这个自己的责任 尽到了 你尽了 你尽力而为了 有的时候 甚至于我们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不是为自己 去受那个 开刀了 干嘛干嘛 是因为 你不去开那个刀 你旁边的眷属音乐 会很难过 有没有这种事 那也是你的责任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要先尽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 假如都尽了 你就接受 你本来就是要接受的 可是你要先尽责任 懂吗 不是所谓的接受 我们前面讲 一熟无忌 世间第一智慧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买单 我买单 不是指不作为 我买单 不是 我什么都接受 他的意思 并不是不作为 假如你认为 我什么都接受的意思 就是不作为的话 你学佛学 傻了 学变成 白痴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我学成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什么都不要做 我只要去求观音菩萨 我还记得带两盒苹果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去 我就去法会 什么什么 花多少钱 做个什么法会 那你真的 学佛 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是佛法 波罗 波罗 你还记得吗 你学佛 假如没有学波罗 你就根本没有进到 内 内 进到那个门 入内 你根本没有入内 你是佛法的外围分子 这个叫佛门内的外道 大部分 自认为 佛教徒的人 大部分 大到什么部分 你知道吗 大概90%以上 大部分 自认为的佛弟子 都是佛门内的 外道 很简单 他是不是入了佛门 入 他是不是有入 入进来 你只要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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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问他什么 问他 你有没有学波罗 波罗蜜 这样就好了 大部分的人以为 大秤 大秤 我大秤 我行六度 你行个鬼六度 你没有波罗 波罗蜜 哪来的度 度的意思是 到彼岸 只有波罗 波罗蜜 可以让你到彼岸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 波罗蜜 哪来的 你哪来的六度 你只是做了六件事 了不起 世间善法 自认为是大秤 对不对 没有波罗蜜 你根本没有 你根本没有入到 这个佛门里头 所以同学 千万不要怪力怪气的 千万不要怪力怪气 所以我们很多例子 可以吗 你看看自己 你只要生病 你想到的就是 哎呀 赶快 我是不是没有带苹果 去拜观音菩萨 那你就是神经病了 不要说神经病 你就 不对 你根本不对 你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这样知道吧 好 可是你不能不承认 有一种病 叫做业障病 所以当你进到 你的责任以后 你就接受它 那个就是你的业障 在显现 你接受它 就是让你的业障 业障 现前爆掉它 好不好 所有 你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业障 你不知道 可是所有的业障 在你 现在 生强力壮的时候 显现 都是好事 不要到你临终的时候 再显现 对吗 好 这是 这是这个 由 这个 这个 什么多疾病业 以前的 这是业障病 好 或由现在行 就是业行 现在行 就都是业行 或由现在行 行什么 行不平等业 比如说 食不自量 就是嘛 比如说 你 你 你那个睡眠 也是一样 那个都是不平等业 你 一天到晚 那个睡眠的时间 不规律 常常搞到失眠 或者是什么的 那个都是不平等 行不平等 游室 因缘 风 热 痰 孕 瘦 瘦 发动 这些都是疾病 好 或由素食 住在身中 嗯 素食 假如住在身中 那就会变成 宿便了 嗯 或食出重 哦 你吃的东西 并不合适 多事 多业 多有所作 多与 众慧 乐着事业 乐着语言 乐着睡眠 乐着宣众 乐乡杂住 乐着戏论 他这里由身体 由身体开始讲 讲到后面就是你的 十一柱形 一直到你 自己在搞的那些 乐着戏论 全部就变成你的 整天的行为了 你整天平常的活动 全部包括了 好 多有所作 就是多事多业啦 做什么呢 底下 底下开始一个个讲 比如说 多与众慧 你就是很喜欢去参加 这个活动 那个联谊 好 乐着事业 好 自己以为自己 这一辈子来啊 就是为了那个 那个事业 那个工作 所以一直到你 一直做到死为止 就去做嘛 乐着事业 乐着语言 很多人不讲话会死掉的呀 很多人就是 讲话的时候 他觉得很快乐 你讲的什么鬼话 谁要听啊 不想 这个不想 乐着语言 真的没有人要听啊 因为都是戏论 你为什么要开电视去听那些 全部都是戏论 乐着语言 讲的人乐着 他有钱拿 你听干嘛 你听干嘛 细论 乐着语言 乐着睡眠 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一般来讲是够的 你需要七个小时 也没有关系 只要睡得好 因为睡眠 对我们四大的平等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应该要睡是 就是要睡 但是不要过分 不要过分对吧 不要过了头了 睡眠好快乐 所以你就睡 什么九个钟头 十个钟头的 你都在浪费生命 乐着睡眠 乐着宣众 乐香杂住 到最后总的结论 就是这两句 乐香杂住 乐着戏论 乐至举世 乐 吊乱 放逸 居止 非处 如是等类 因之一切明 依内脏 你住的地方 假如不好 不合适 一天到晚 住的那个地方 外面也吵 里头也吵的 或者是有不好的味道的 等等的话 那个就叫做 居止非处了 好 其他都看得懂 这个叫做内脏 下面外脏 云和明依外脏 未如有依 依不善事 依不善事 有比因缘 有那个二之事的因缘 不善事的因缘 不能时时获得 随顺教授 教诫 我们前面有讲过 善有信 对不对 观察善之事 善之事 有好多条件 里头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条件 是什么 善之事 他是不是一个善之事 你也不知道 他心里头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是为名为利 还是他心里头 他到底是为什么 你也不清楚 可是你从哪里 第一个要先看 安住境界 一定要记着 你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你都先从 看他是不是 安住境界下手 界为无上菩提本 他是根本 他是我们修学佛道 我们的目标 是无上菩提 然后告诉你 他的起 他的根本一指处 就是界 对吗 上次不是有讲吗 是不是一个善之事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他是不是 安住境界 会在境界上面 有亏的 多半都是财跟色 所以假如一发生 这种事情 财跟色 你就要 谨慎一点 在下面 或居恶处 与此住处 若昼日分 多有种种 宣杂重极 诸便亦是 若于夜分 多有种种 高声 大声 大众宣杂 富有种种 猛力 心处 风日 恶处 你住 你住的那个地方 实在是像赤道 那么热 那么热 很难 很难 每天 每天你就是 白天已经很难了 晚上也一样那么热 你辗转 我听过的 我们有一个师姐 法会回来 跟我讲一件事情 是我听过 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跟我说 因为住的地方不够 所以呢 因为太多人参加了 住的地方不够了 所以他们 那个道场的 那个 道场啊 就租了那个货柜 货柜 货柜车 货柜啊 来当作临时住处 但是是在 很热的时候啊 所以住在那个货柜里头 一方面是 人也蛮多的 不能够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太热了 你没有办法平躺下来 你接触的面积越多 你是不是越热 所以人只能这样子 撤着睡 让接触的面积 尽量减少 然后接触了 只要是接触 就会发烫嘛 过一阵子 叫翻面 翻另外一 翻 他跟我说 整夜就是 太有意思了 我自己也这样过啊 我还在家里呢 在家里热得要命 实在是要命啊 我都已经垫了凉席 一点都不凉变成热席 吹天风扇也没有用 热风 所以我整夜也是干这种事 所以他一跟我讲 我就笑死了 我也干过 对嘛 开冷气就好了嘛 怎么那么笨呢 跟钱有关嘛 所以怎么那么贪呢 你看看 有没有 搞到后来怎么样 你知道吗 中暑 怎么那么愚痴呢 真的啊 中暑以后我就发现 我在搞什么呀 贪嗔痴 贪嗔痴的 开冷气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不要以为你那个是 很好的节俭的习惯 中国人每次一说就 节俭节俭节俭的习惯 从小我们被这样教 分别我执 分别法执 你们没有吗 你们没有经过这个时代吗 从小就这样教的吗 好 很多事情 慢慢就看到了 这都是我们从小学到的 法执 然后在下面 如是等类 什么什么新楚风日 恶处 这个叫恶处 我刚才讲那个都恶处 或有种种 人及非人不畏惊恐 你不要不相信这种事 是真的有的 有的地方 假如你一发现 那个能量非常差 就是这种事情 那种地方 你就立刻离开 不要想别的 好 如是等类 因之一切 依外障 这叫外障 如是广辨 内外障 以 下面讲略义 富云如何 此中略义 于此中略有三障 前面讲过的 所有内外障 归纳起来就是 家行障 远离障 和极境障 好 下面解释 第一个 云和家行障 未若此障 会遇现前 这个障 现行的时候 于诸善品 所有家行 皆无堪能 亦无势力 很简单 生病 你只要生个病 所有的善品 家行 皆无堪能 亦无势力 同不同意 此复云和 未尝 底下讲的 疹 疾 困苦 等等重病 这是第一个 生病 你就没有办法 加行 所以它是 加行障 然后下面 风 热 弹 雍 朔朔 发动 或有数时 住在身中 或被蛇蝎 摆逐 又挺 之所 遮 什么东西啊 怎么念啊 主遮吧 还什么东西啊 或人非人等 之所 逼脑 这些前面都讲过了 不是内障 就是外障的 这些事情 这些内障 外障的 这些事情 一发生了 你就没有堪能 没有势力了 所以它叫做 加行障 你没有办法 升起 精进 加行 又不能得一时握具 病原医药 急于杂具 你的资生质量不足够 你根本活都活不下去 来谈什么 加行 如是等类一切名 加行障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云和远离障 为时出众 然后你又多事多业 多有所做 这个意思就是 你不能远离 那个五余六成了 所以这叫做远离障 好 这些包括底下所说的 或乐事业 由此因缘 爱要种种所做事业 比比适中 其心就流散了 就是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太成功了 因为他讲的是乐 会让你觉得 哎呀你这一辈子 你这一辈子 是一个所谓成功人士 对不对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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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成功人士 很可能你就财呀 色呀 明呀 财色明实 可能 可能没有很多时间睡吧 还是怎么样 财色明实睡 你就什么都有了 就什么都有了 那你还修什么行啊 你根本不能远离 没有远离是没有修行的 没有远离不可能修圣道 没有远离也不可能往生净土 远离都是根本的 基本的 都是必要的条件 远离是一切 不管你修什么行门 不管你修 不管什么行门 不管你修什么 远离都是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 远离障 下面 或 看到或就是要分段 或乐语言 这是一个 对吧 远离障 或乐语言 然后由这个乐语言 就是戏论 由这个乐语言 这件事情 由此因缘 虽与远离 断即进修 有所堪能 有大势力 然为独颂 便生 喜足 他讲的还不是戏论 他讲的是多文 可怕不可怕 你太喜欢 就一直听文 听文 听文 文字也是听文 你就喜欢在文字上面 做学问 最后恭喜你变成大学问家 你听懂这个意思吗 它跟实际上转一 是没有关系的 你除了自己原来的 语言系统以外 建立另外一套语言系统 你就很知足了 很乐了 没有真的修行 这个叫获乐语言 由此因缘 虽于远离 就是对于 五一六成那种事情 四业那种事情 你虽然断 你虽然能够断 也可以极尽修 在文字上 你也有所堪能 有大势力 然而 一看到然而 前面都是白做工 然而什么 唯独诵 变生 喜足 这样听得懂 听不懂 唯独诵 没有专精思维过 也没有 更没有 正修止观过 谈不上 完全谈不上 只是 你只是这样 文字看一看 你就很高兴了 你或者是听人家讲 他讲得还不错 然后再换一个人听一听 可以 或者换一个人听 不好 你就是一天到晚搞这个 搞这些 这个是乐语言的 很多 佛门外道很多 佛门这种人也很多 再来 佛乐睡眠 由此因缘 昏沉睡眠 常所缠绕 为性懈怠 直睡为乐 直乙为乐 直卧为乐 不用解释吧 这文字简单 佛乐宣众 由此因缘 乐语 在家 即出家众 谈说种种 亡论 亡论就是政治了 谈说种种 亡论 贼论 食论 隐论 妙衣服论 隐女相论 诸国土论 国土还是国事 国土 诸国土论 大人转论 世间转论 大海转论 如是等类 能隐无益 你谈这些干嘛 所以有一些世间学问 都包括在里头了 你谈这些干嘛 这些不是不好 有些不好 但是有些不是不好 但是能隐无益 他不是究竟的 他没有办法把你带到究竟的真实异处 他只是让你怎么样 他只是让你越来越分别 能隐无益 没有真实的益 没有真实意 虚议论中 虚论议论 乐共谈说 下面四个字 网 网 度 时日 你的生命就这样子 分分秒秒 日日月月 你的生命就这样子 过去了 网度 时日 我只要看到这种 网度 时日 网度 你知道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小故事 她说 有一个女孩子 本来是在那种 实际不是很多事业题吗 包括一个电视台吗 对吧 她本来是在那个里头工作的 就是做这些事情的 虽然不是 虽然不是那个佛门内的地址 不过做的事情 多多少少还是比较 佛法外围 有关系 这样子 广义来说 还是佛地址 是实际的佛地址 后来有一天 这个女孩子 辞职了 很好的一个女孩子 工作很顺手 做得也很好 为什么要辞职 长官跟她谈过以后 她还是要辞职 后来 正眼上人就问她 问这个女孩子 你要去做什么呀 不是去说你辞职干嘛 这边多好你干嘛 不是呀 是问她 你辞职 要去做什么呀 也许她做的事情更好 她要出家了 对吧 所以是问她 你辞职要干什么呀 这女孩子就说 我辞职 要去做 什么什么事 她要去做出版业 什么什么事 不管了 反正她要辞职 去做什么什么事 这样 做什么事 正眼 正眼 正眼法师 就是词记的 正眼法师 就跟她说 是啊 那也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你想想看 你就这样一天天就过了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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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天 这样子过了 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人啊 很快的这一辈子就过了 一辈子里头 什么时候你好好想一想 你何以度昼夜 听到了没 你何以度昼夜 就是问自己啊 你怎么样子度这个时日 你是不是网度虚度 你的时日 再想一想吧 这是现代版的那个 以前我们学生死学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 几乎所有学生死学的人 都必定要看的一部电影 黑泽伦的生之玉 现在还买得到 虽然是黑白片 生之玉 这是现代版的生之玉 跟生之玉里头所讲的故事 几乎一模一样 他现代版 生之玉就在探讨这一件事情 你何以度昼夜啊 想一想 你的结论是什么 你是网度十日了吗 你生命要结束了 你才想网度十日 来不及了 到那时候才想这一件事 来不及了 你现在就要想 你何以度昼夜 在下面 有多爱要 树与众慧 一遍一次一次的 你每天都要来一个下午茶 何以度昼夜 像这样 你爱这个 树与众慧 比比适中 令心散动 令心扰乱 好不好 每天每天 或者两三天一次 要个下午茶 然后过一两个月 要去小小旅行 再过几个月 要大大旅行 这就是 你度昼夜的方式 是吗 想想看 我觉得这辈子 没白过 实在有够快乐 每次我参加一次同学会 听到的就是这些 回来以后就是 怎么办 怎么办 两半 他们两半 或乐杂住 由此因缘 诸在家重 及出家重 若未会欲 私目欲见 若已会欲 不欲别离 出家在家杂乡住 或乐戏论 由此因缘 乐着世间 种种戏论 于因去向 好要前行 于远离中 喜舍善恶 如是等类 众多账法 因知一切名 远离账 自己好好多读几遍 你就会很容易明白了 若有此账 惠遇现前 难可舍离 阿恋若处 阿恋若处就是那个 远离重处以后 你自己独居近处 专精思维的那个地方 叫阿恋若处 阿恋若处通常都在山林旷野 边际握居 所有贪着 他叫你 这个随身之聚 只要边际就好了 这叫扫遇喜足 远离那个贪着 亦不能居 阿恋若处 总监树下 空闲 尽 是 这个叫做 你对于远离这件事情 有障碍 底下这个 极禁账很短 我们 很短 所以就 而且也不会 想讲 所以念过去就好 极禁账就是两种账 纸账跟官账 就是不能修止观 就叫做这个账 云和极禁账 为极禁者 及圣摩他 匹婆舌纳 有圣摩他账 有匹婆舌纳账 这就叫极禁账 你没有办法 不管随顺修止观 或者更不要谈 正修止观 你没办法 这就是极禁账 由放异固 或者昏沉睡眠 缠绕其心 或得圣摩他 便生爱慰 或于下列心性 下列性 心乐去入 或于暧昧性 其心乐着 每天在那边发呆 还以为自己心很其境 搞不清楚 根本搞不清楚 我班上就有这样的同学 以前不知道跟谁学过禅作 他不讲我也不问的 没有什么好问 就是外面随便去学 人家说那是去学禅作 外面不要随便乱去学禅作 结果那个所谓的禅作 就是学让心 不动 不升起 让心 让心 就是 就是 无心 让心 把那个叫做无心 把那个 无心叫做 叫做 叫做定 把那个无心 无想 叫做 极禁 把那个无心 无想 叫做 无相 把那个无心 无想 叫做 无念 我的老天 一个一个全部是误会 全部是误会 每一个都错 以前他去学 人家都这样教 就在那边 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想 你浪费了一个 你最重要的资源 那个资源就叫做 第六一世心 修止观 靠的全部是第六一世心 你完全不用 你不用就如土木瓦石 你干脆做墙壁算了 对吧 还以为那个就是在修极禁 好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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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极禁账 或于 那个刚才讲 那个就是暗昧 暗昧性 其心乐着 由住如是非处 非非非非 由住如是非处所顾 你住的地方不对 人或非人 宣扎扰乱 他所逼恼 心外慈善 对这种事情怎么处理 二话不说 怎样 走人 知道吗 离开 千万不要去跟人家 想怎么样 我忍入一下好不好 实在是 不知道在学什么东西 走人 知道吧 非处嘛 非处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离开 远离 离开 好 离开这些 这些都是圣摩他障 当之此障 能障 即进 底下云合 毕婆舍纳杖 为乐 至世局 就是自己的啦 自己的那些心 怎么想怎么想 都是按照自己的妄想分别 吊乱也是 即以吊乱 什么 毕婆舍纳杖就是两个啦 一个 乐至世局 第二个 乐以吊乱 就是这两个 吊乱和世局 这样 乐至世局者 未如有依 哎呀 后面还蛮多呀 好 就是这两个 下次再讲 你自己看一看 其实也都看得懂 这一段 这一段不难 一点都不难 而且这一段 这样念一念 你也不会离开这个章 这都要实修的 这样念一念 这样只是告诉你 你的帐很多啦 要用功啦 要真的修行啦 要离帐啦 不是这样念一念 你就无帐了 完全说不到 一点关系都没有 同学 我们不管怎样 下次都会结束 你先复习一下 好不好 各位大德 请合掌 恭念回向记 学修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柏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